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 问世近270多年来,被各层面读者广泛阅读 1982年,署名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教著本《红楼梦》 正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称为向全国发行的《红楼梦》通行读本 简称《红颜所教著本》 近期,《红颜所教著本》《红楼梦》2022年修订新版正式面试 而修订工作的召集人便是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 在这个本子的出版历史上,恰巧14年修订一次 82年出版,96年修订一次,08年修订一次 这一次是第四次 其实修订原则基本都是一样的 一,忠实于底本 二,就是尽可能的吸收最新的学术成果 改正错误 由于《红楼梦》版本复杂,争议颇多 教改难度很大 此次修订主要改正了上一版的《疏漏额物》 有时仅仅仅修改一个标点符号,语意便大有不同 《红楼梦》它有一段话 《投台紫盒车》,《人形戴叶森》,这段《逗号》 《三百六十两不足龟》,《逗号》,《大和首物》,《逗号》,《千年松根》,《逗号》,《福灵档》,《逗号》 大家总觉得这里面的别扭,不好理解 尤其是《三百六十两不足龟》是什么东西,说不清楚 这次第四版修订标点的时候,我们进口讨论改成什么呢 《投台紫盒车》,《逗号》,《人形戴叶森》,《逗号》 下面是一个破者号,《三百六十两不足》 又一个破者号,《龟大和首物》,《逗号》,《千年松根伏林丹》 这样的话,一下就清楚了。哦,原来点错了呀 这个360两不足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在研究的时候 感觉到这个是虚语误误证文 那定是我们的分析 为了尊重敌本 我们还保留它 但前后用那个破折号 可以管他读纸的 阅读理解的时候 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 在尊重敌本改正错误的原则下 原教助组专家 中国红楼梦学会 红楼梦研究所相关学者 以及人文社编辑历史两年 共同完成了修订工作 胡文俊也是参与者之一 主要负责联系专家 并将修改意见整理成文 我手里拿的呢 其实就是第三版 我们红楼所教组的红楼梦 这些贴满条的地方 就是我们改动的地方 有的时候会改了一个字啊 会改了一个标点啊 有的时候会改注释 我们编辑就把它腾在上面 和手屋的那个那段的要的标点 我印象中是这个讨论最久 在查了很多其他人的标点方法 包括一些古籍里面的解释啊 这些的 包括一些底本影音本上的一些标点方式 然后再去确定了现在的一个标点方式 也可能还是会有争议的 但是我但是我们都觉得是 应该是接近这个最合理的一个标点方式了 像正文标点注释教绩 一共是有四百多处 其中注释比较多 注释呢有两百多处改动 而在这四百多处修改中 有近十处是由读者提出的 真的就是读者打电话来 或者是发邮件来 比如说反科我们发行部客服 这个字可能应该是不对的 那我一查真的是要改的 我反科给专家老师 然后他们觉得是应该改 是改动的 是他们的关注 是不断促使它 促使这个本集进步 肯定还会有建议给我们再反科过来 我也很期待这些反科 有了的话我们再改进 或者是再为下一次修订积累 也许过十来年 会要再次大闺女修订 未来修订组还将不断吸收 红学研究新成果 使红颜所教主本《红楼梦》 与时俱进日争完善 以更好的面貌 向读者传播《红楼梦》文化 我们这次借新教本出版 四十周年直记 第四次修订了新教本 确实时也是对历史 对前辈的一种汇报和交代 如果说发现有些新的问题 过几年再修订一次 也是很正常的 我希望《金益求经》 这个新教本更好 更被广大读者所喜欢 使曹尔勤的援助的面貌 更忠实地展现在 广大读者面前